街坛相依 平米视角 街坛相依 美国热搜 让你听到美国人民的声音 hello everyone 我是Date天天 万能的网民 最近创造了一个网络热词 润出去 润是湿润的润 并由此衍生出一门 学问叫润学 关于润学的谷歌搜索结果 已达6500万条 今天让我们先弄清楚 润出去是什么意思 这润学为什么活起来了 先让我们看看这位网友的推文 他的推文写道 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最新热门话题是 润学润 润的汉语拼音和英文跑步 run的拼写相同 就是用汉字论的读音 来表示英文跑路或移民的意思 目前是润的润 已经成为微博上的一个敏感词 只有经过认证的企业账户的贴子 才会被显示 然后这位网友就分享了一些微博上的截图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润和润学仍然被允许 例如 小红书上的人 都在研究如何逃跑 有人住在国外吗 你能发一张照片吗 那里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不支持平躺 我只想看一眼 仅此而已 我要好好学习 然后后润 之后就看到一些推友这样评论道 第一位分享他自己的观点 谢谢你提供这些有趣的信息 还有这位网友评论道 总算懂得啥叫润了 上海封城后 网易的这个帖子一直被各种转发 内容是 华尔街日保驻北京站长强纳森 转发了金融时报的推文 并评论道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据十多家中国移民咨询公司的顾问表示 在上海封城后 本月有关移民的电话大幅增加 富人试图离开中国的咨询大幅增加 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的报道还写道 根据十多家咨询公司的数据 本月有关移民的呼声大幅上升 此前阿密克戎冠状病毒变种爆发 导致当局对这座拥有2600万人口的城市 实施严格限制 扰乱了从食品供应到医疗保健的一切 相关关键词搜索量也大幅上升 根据摄像媒体平台上衡量搜索热度的公共监测机构微信的数据 自4月份初以来 微信关于移民的搜索量增长了近7倍 移民顾问表示 此前因担心感染新冠病毒或在国外遭遇歧视 而推迟或取消移居计划的客户重新开始努力离开 周日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自3月份以来 上海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已超过35万例 其中周六新增病例超过24820例 最近几天 跑路 似乎真的成了润学 一些指导如何润出去的帖子 受到追捧 比如这一条 润学这门学问吧 现在可是显学 周末一上推 能同时有七八个空间聊怎么润 那么这位网友所提到的推特空间 就是说在推特上 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听一位演讲 关于某些话题 每个都是近千人的大房间 认真的听众听下来 会了解各个国家的移民途径 几乎都能摇身变成移民专家 我参与了很多 自己也开了好几场 下面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和从业者 给大家几个建议 相信无论你想入到哪里都会适用 第一不要被焦虑和情绪左右 这会使你像一个无头苍蝇 见房间就近 一人就聊 尤其紧张而内向的年轻人 这会使你的表达非常低效 平静下来 表达清楚 冷静判断信息 这是开始的第一步 第二 客观没有主观重要 无论哪个国家的移民途径 无论如何变化 也不至于朝令夕改 换句话说 如果真的 在你准备的期间出现了变化 你想改变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吗 主观的个人情况 只有自己了解 每做好决断和准备 了解再多也没用 换句话说 你做好了准备 客观就是变了 换个两道一样认出来 我看到不少推友在转发这位网友的推文 网友的推文写道 又一个人才跑路了 居住在上海的微电子专家 行业领军人物 何荣突破重重困难 订机票飞去了美国 他在朋友圈中坦言 随着自己的小区核酸检测 越来越多 养性患者也跟着越来越多 导致解封遥遥遥五期 他受不了了风空带来的精神压力 最终选择逃离 然后他们就分享了截图 截图写道 暂别上海 我从出生到现在 在中美两国学习 工作和生活过九个城市 短的只有半年时间 而上海是我从2000年回国之后 一直在此工作 但随着核酸检测越来越多 活动半径变得越来越小 最后就被禁足在家了 从上周开始计划 就面临工作安排 机票如何能出小区 如何找到有特殊通行证的车 如何保证又是24个小时内的核酸 第一系列的挑战 真心希望上策领导 能让上海领导来做决策 因为他们是真正了解上海的人 放过上海 上海会更好 下面的推文就是为中产阶级 对准出去的计划 想了一夜 不在国内置办任何固定资产 需要用的房 车全部用租赁解决 尽快把老婆小孩认出去 特别是小孩 没有出去之前坚决不生二胎 随时做好把自己认出去的准备 永远给自己留一张船票 做好不能尽效的心理建设 双方 有一位网友开了一条厂推文 介绍移民澳大利亚的一些规则 他的推文写道 开个串说一下如何移民澳大利亚 虽然总体比一切难一些 但是在有准备的情况下还是很容易 0 本川为个人看法 不解读移民政策 不作为任何推荐理由 仅做个人参考 1 主要针对技术移民途径 投资的话 找机构帮你办妥 2 不定期更新 3 情对普遍和个例又正确理解 他的推文接着说 个人移民期望 适合喜欢生活简单 工作轻松 收入尚可的人群 如果期望大展红土 美国机会更多 收入更高 气候 我在西尼 沃伦冈 布里斯班都待过 主要城市气候舒适 比如西尼一年不用开空调 冬天就是个T恤衫 长袖外套 布里斯班 相对烧热 我在深圳需要开大概8个月的空调 技术移民狭义上就是想办法 拿永久PR签证 广义上还可以包含自己来这边工作 同时让小孩在这里上学 以后自己再拿身份 技术移民不能超过45岁 超过只能走广义的方法 第一步首选189签证 意味条件最高 签证限制基本没有 签证有效期是5年 每个有效期内 一定要在机内待购2年 签证到期 续签证即可 如果申请189签证的分不够 或者不稳妥 可以考虑其他类型的签证 来给自己补一点分 他就分享了一个算分链接 英语 对于日常使用英语工作 或者可以比较流利观看 阅读英语原文视频 文章的人群 推荐目标雅思4个8或同等 如果英语较差 那么至少4个7或同等 具体要求可以看解释 但推荐采用可以刷题的考试类别 大量练习 多考试 PTE 4个8 比亚斯从结果上来看 就相对更容易 这一项大约花费3到12个月的时间 工作经验 只计算过去10年内 国内工作经验要参考社保缴难记录 用总缴难月份 除以12来计算 比如60个月就是5年 59个月就不够5年 大部分人都是本科硕士 如果有澳大利亚的学历经验 而且在特定地区 也可以加分 古称偏远地区加分 如果有配偶 而且它也满足移民申请的最低条件 还可以加分 最低条件 就是分数加起来够60 或者65不确定 英语4个6 以分数高的作为主身 另一方作为副身 PY职业年 是另外一个可以拿钱 时间买分的项目 以IT专业移民一定需要PY 才能申请PR 工程类不强求 会计一般都会 因为要的分数高 按照上面的截图 移民分数是80 如果雅思拼4个8 那就是90分 基本就稳了 那么这个长推文确实很长 后面还有关于移民后的一些信息 会把链接放在下方的视频说明栏中 下面一条推文是为网友发的 关于他们移民到日本后 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我靠中介来到日本 工作是国人 不是第一看不起 也是第二看不起的手机运营商的销售 做了三年 多亏了这份工作 天天和日本人打交道 本来日语口语 就好的我这三年 把日语练得炉火纯青 日本客人有时不看我的名牌 都会误以为我是日本人 然而这样的我 高中宴学 天天看东漫 高考只过了三本线 觉得学费又贵 初来公司和大专差不了几百块 就只读了大专 在墙内 我这个配置 那可以是妥妥的低段人口了 象巴头出身 低学历 销售 女人 但在日本 本该是低段人口的我 因为我销售业绩第一 被猎头瓦 面试的时候全英文 虽然当时英文磕磕巴巴 但是气质一点不差 对天对地 对面试观 没想到正好符合了外企的期望 外企就喜欢有攻击性的人 面试了六轮 轮轮都是positive 终于拿到了offer 进公司我团队七个人 就我一个女的 其他团队女人多 我团队特殊 并且大家都是日本名牌大学毕业 还有在MIT留过学的 我给团队成员说 哎呀你们学历这么高 就为一个中国大专生 他们说 那又怎么样 你和我们争的一样多 发这些就想说 最近看到某些出国了 还在那儿搞学历启示的国人 喜欢搞学历启示 执重启示 给职业和人分369等的国人 不配出国 只配在墙内锁死 因为绝配 当然 如果你有决心抛开中国的一切 那么一定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再多说两句吧 在没出国前 学历可算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噩梦 当年周围好多同学 都在拼命 专生本 但我敏锐地察觉 专生本生上去出来又能怎样 除了权贵阶级 都是低端人口的地界 我才不要继续在这里生活 也没怎么问过日本人对学历的看法 不过周围有很多不上大学 读专门学校的 同时也是看到了这位网友的推文 分享他们自己的看法 发现一个有用的签证信息 泰国学语言签 操作流程就是现在泰国签证网 申请一个旅游签 有效期60到90天 入境泰国以后 可以联系当地语言学校 报了一年的泰语英文学习项目 每天上两个小时的课就行 一年学费加签证费 约人民币六七千 暂时没有其他选项的姐妹们 可以把这当成一个跳板 还看到这位网友的推文 办理泰国金银签的中介微信报仓 实在是人太多了 移民局也排队到5月 泰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 人们要论的意图强烈 泰国也可以了 还看到这位网友的推文 分享他自己的看法 下决心 荡个润等 目标东南亚 现润出去工作 再考虑其他 现在无能力 无存款 无良道 所以准备时间在三年左右 接下来的时间 一运动 锻炼 多活几年 二努力工作 科学化水 确保唯一的饭碗 三 学技能 学英语 争取跳出现在的深坑 四 开始攒钱 每月印存一万块 五 珍惜在广州的日子 即是行了 同时也看到网友在讨论 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改变 这位网友的推文写道 网红也可以 一条加拿大移民新通道 根据最新的一项政策指示道 自媒体网红 也可以申请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Influencer网红 已经出现在2021年 最新的加拿大国家职业类别 NOC中 其新编码归类为 NOC55109 在2016年版本的 国家职业类别中不存在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如果你是 Instagram网红 微博网红 油管博主 小红书博主等 有一定粉丝群 有一定收入 就符合加拿大 网红移民的类别了 您和您的家人 有机会通过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途经 获得永久居民身份 原来网红 竟然也都可以 是单独的移民项目了 还看到了推特网友 在讨论这位网友发布的视频 虽然我移民了 但是我依然爱我的国家 上学的时候我努力学习 拿着外国人的钱 挤掉外国人的入学名额 就是为了给咱们国人争口气 我努力工作 在国外买了房子 就是为了占领国外的土地 国外不限号 我就买了辆大排量的车 就是为了探查国外的经济生活 顺便污染他们的空气 我们国家的人口基础非常大 教育 养老 医疗 都消耗大量的国家财政 越来越卷的工作竞争 也严重破坏就业环境 我就是通过物理移动 大大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我即使已经是完成了大学教育的成年人 就是不想再占用医疗和养老 这两项福利 而且生育下一代 还会侵占他国的福利资源 另外我一年休假130多天 月工作时间不超过160个小时 就是为了减缓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 我就是那个和平年代 打入敌人西藏的坚定 牢牢抓住不放手 你看我们的物理学家陈平教授 大大方方的移居美国 在德州小灾的时候 通过给300平米的大耗死供暖 就是为了进一步消耗当地的电力能源 并通过网络大力批评美国政府 就是为了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 大家不要给移民赋予太多的含义 它就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移民国外去侵占当地人的就业 去享受当地纳税人的福利 把国内大把的机会让给有才能的人 这就是我的爱国方式 我这么伟大 何来叛国 看我们的视频 我们今天的美国热搜大调表结束了 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也可以关注 同时 要是你有哪些有趣的话题 想和我们一起探索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and we will see you all next time 我们周三见 拜拜